實際來到國道二號往東的方向 在下鷹哥巴德紮道之前 這裡的指標已經改過 原本巴德寫在左邊 但只向右邊 鷹哥寫在右邊 但只向左邊 但是下去一瞬間又發現 右邊向左左邊向右 有民眾因此發生意外 休旅車直接開進曹華線 撞上指標 就是因為來不及反應 到底要走左邊還是右邊 交通部長林佳龍在臉書發文表示 有注意到標誌的問題 已經請高工局改善 但其實台灣路標不清楚的不止這些 像在新台五路上 中山高跟北二高 三個指標並排 也常讓用路人搞不清楚 俗話改入口一堆車種禁止進入 來不及判斷也很容易誤闖 我們來看看美國的高速公路 畫面中的指標 威爾明頓跟西切斯特 直接上下排列 預告用路人靠右邊出口 等出了匝道在劃分左右 看看台灣彰化系統交流道 南投寫左邊 大家寫右邊 下去了之後左右顛倒 我們下任何一個交流道 一定有往右或往左 那往右的指示的地名 跟往左指示的地名 我們回饋到我們的 要下達到前面那個指示標誌 一定要跟它是吻合的 這樣華民眾才會有一個提早判斷的時間 像這類讓人沒有辦法直接反應的指標 應該全面檢討改善 而不是出了一個車禍 改一個指標 如果哪天發生重大的交通意外 交通部能否扛起所有責任 記者林政堅王一仲 台北報導